你有什麼機緣可以拿到佛祖的真身瀉利這麼厲害呢 這個不是機緣 我不知道有的 我是去完蘇聯之後 蘇聯政府派了兩個資深的學者去蘭家取經 接著我就把那些大狀經重回中國 又在中國重新重建很多古廟的 它改革開放 所以現在你就算那個法門寺啊 買佛祖都是我和趙朴露帶頭重建的 匹能禪子那些 現在你上海的沉香國那些都是我們 就算你到普陀山 它上面那些大點那裡 那百十幾個菩薩點那些都是我們想感受的 我帶動的 就是說我雖然不知道中國的佛教是不正統 已經和中國人可以神鬼功力混合一堆 但都好過沒有 他相信阿恩果怕阿樂地獄 那些人都不用這麼作惡了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些好過你一家廟都沒有 就是有冤無路數 你什麼都可以求神保佑 都有地方宣洩 所以多年趙朴露 一說有些什麼古廟重建 找一大居士幫手帶個頭 那我一定帶頭 好 因為我在中國帶了佛經回去幫手建這麼多廟 那蘭卡原來有好像那個米子蓮那樣的 斯蘭卡的地位就等於天主教的羅馬 他有蘭卡的和尚 雲遊四海周圍打聽 他周圍從事 哪個國家有好的出家人 有功職的 推廣佛教正當有功職的 有功勞的 他又會請我們蘭卡 學習一個時間再攀個榮涵給他的 那個佛學博士 是由真王攀的 由蘭卡的委員會 真偉委員會開會同意這個人的功職 但是他們當年我做的工作太多了 後來他們總統知道蘇聯都向他取經 即是說我能夠將這個文化帶到共產黨世界 他們開會沒有東西攀得到 可以表揚這個人的功職在世界 那即是怎樣 我們身為世界宗教權威佛教 要表揚一個人 不可以給錢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 後來開會呢 沒有這個諾貝爾佛學獎 那就唯有 不如我們打開那個county的皇宮 佛雅舍利佛雅塔 裡面有佛祖舍利在那裡 由總統 真王和民選皇帝 一人拿著鎖匙 開那個佛雅塔 送一顆舍利紙給大居士 表揚他在世間做的工作 也都給他一個福氣 有佛祖舍利在那裡有這樣的福氣 方便我出來做工作 那個聲譽 一族家人在世界上 我一個人擁有的 真是正式佛祖舍利 其他人真命假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蘭卡這個佛祖舍利 是有幾載的世界 即是有一個歷史傳承沒有斷路的 在Candy的佛岩料裡 回到香港 在大會堂展覽過7天 哇 居水馬龍 我們和尚師姑要照常排隊 沒有人優先 有得做人的時候 我打算將來有姻緣 就看看哪個國家有緣分 會送給他 如果沒有國家送 就送給石南 算了算了